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凌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963集 我不生气啊 我还会给你封一个厚厚的红包啊 那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在鹏城最大的饭店摆好洗面 来感谢你咯 能把夏紫玉抓走 杜兆辉都不想说别的了 夏紫玉赶回到鹏城露面 肯定有仰仗 她现在不叫夏紫玉 港岛居住镇上的名字叫夏敏威 英文名V语 娘的 想想这完美无缺的假身份 还是她自己替对方编造的 杜兆辉哦得想捶凶一百次 这假身份完美无缺 在她和杜争荣坦白后 杜争荣更是直接把所有首尾都料理了 谁能证明VV是夏紫玉 没有人能证明 除了杜兆辉本人 但她能去当这个证人吗 除非她宁愿不要剩下的家产 也要把夏紫玉送去坐牢 那还不如直接做掉她 更简单 哪怕人人都知道她是 却缺乏最有效的证据 杜正荣让人和正荣的日本医生 签了协议 医生如果还敢作证 会被告到破产 比起金钱方面的损失 正荣医生更怕的是 来自港岛社团的人身威胁 杜兆辉脸上挂着嘲讽的笑 你以为这是哪里啊 今天是俱乐部开业庆典啊 那个哈罗德也不会让公安把人抓走的啊 华国和英国是签署了 港岛会在1997年回归的声明 当下却是1987年 港岛人只要没在大陆犯罪 大陆公安就不能抓人 夏紫玉犯了罪潜逃 夏敏威却是无辜的 夏敏威还是手持高级VIP会员邀请函的贵宾 她若是被无故抓走 市政府那边怎么和哈罗德交代 哈罗德在鹏城买地就花了一大笔钱 高尔夫球场项目历时快两年才开业 第一天就 杜兆辉把看尾眉头都说皱了 你的意思是 我只能看着她大摇大摆晃的 你只能抓夏紫玉 不可以抓VV 这又是李丰梅不懂的地方 怎么都知道那是夏紫玉 还不能抓了 刘勇把她拉开 夏小兰能怎么处理 夏紫玉的人生啊 因为有杜兆辉这个笨蛋的鼎力相助 已经达到了巅峰 康伟显然不服气 不能在俱乐部抓 她就不离开这俱乐部 我还不信邪了 她连庆典都不想参加 匆匆离开 一个普通会员嘛 走了就走了 也掀不起什么水花 陈希良一听再谈什么抓人就闪开了 她不是想避祸 是不想张小听见 张小是她老婆没错 她信任张小 但张小和夏小兰的关系没那么铁 不该听的就不听 张小挽着陈希良的胳膊 走在球场草坪上 没想到夯康的大导演 也是俱乐部的会员 老陈 我还真得谢谢你 你好像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在没有拍Luna的广告前 张小只是一个演员 拍了广告 加上后续的宣传操作 她正在进化成一个电影明星 当演员 一部戏才拿多少钱呀 每个月也就领那点死工资 嫁给陈希良后 生活质量大大提升 张小基本上再也不用为钱操心 她现在有更好的资源 拍电影不仅是听单位安排 能自己挑挑选选了 而且跟着陈希良来这个高尔夫俱乐部 显然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刚才在休息区 偶遇一个港岛电影导演 对方居然认识她 相互聊天还挺愉快 没说到拍片的事 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张小马上意识到 她的演艺事业 应该是拥有了更广阔的机会 这让张小隐隐后悔 陈希良看她表情 也在猜她心思 呃 你是不是想去HK拍戏啊 不 这都是没影的事 拍什么戏啊 八字还没一瓶呢 我就觉得 这个俱乐部的会员 还是很有用的 你和小岚走得尽是对的 有什么好事 她也会优先想到你 一年五万块会费都缴了 以后有机会 咱们也生一生 多认识些人 对你的生意有好处 后悔也没用啊 VIP资格 夏小岚肯定要先给亲舅舅 虽然张小否认了 要去港岛拍戏 但刚才那个港岛导演 话里话外的欣赏 陈希良还是听出来了 HK电影 在亚洲都很受欢迎 你要是遇到合适角色 能争取还是争取一下 但是我听说 HK那边拍戏乱得很 大明星 都被黑社会威胁 算了 等真正有机会 我再想想办法 陈希良一脸为难 却没反对 张小也挺意外 你再撑我去 陈希良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不要你去啊 我想把生意做得更大 难道你不想 事业更有发展吗 张小碗紧了陈希良胳膊 他和陈希良结婚太对了 陈希良不仅会做事业 他的想法和时下 好多男人不一样 有些男人就是怕自己老婆太优秀 女的在外面打拼自己的事业 男的会有意见 会认为女人抛头露面 招风引蝶 陈希良完全没有这种小心眼 他是一个赞成女人 拥有自己事业的男人 有这种眼界的男人 居然能叫他撞上 张小都觉得自己够幸运 所以说 进朱者赤 交朋友就要交有格调的朋友 他家老陈的观念 应该是受到了夏小兰不少影响 夏小兰自己做生意都很成功 他家老陈就觉得 女人有事业挺好的 张小将视线转到一边 夏小兰和杜兆辉正在说话 剑菜结束了 又恢复到了自由活动时间 已经有会员和刚结石的新朋友 一起走向球场 有一部分人停留在草坪酒会上 还有人则要回休息区 穿湖蓝色旗袍的夏紫裕 款款走来 却不是来和夏小兰打招呼 而是笑盈盈和杜兆辉说话 兆辉 早知你想来 可以和我一起啊 和你一起 他喵的 哪来的脸 明明是抢了他露脸的机会 杜兆辉捂着鼻子后退 用手使劲在口鼻处扇风 扭头问夏小兰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烧臭气啊 那就好像是那种 在笼子里面关了很久的野狐狸 突然间放出来那种 臭不可闻的味道啊 杜兆辉这嘴啊 真损 夏小兰点头 嗯 好像是有点味道 只有一点点吗 这个味很重的哦 哎 走啦走啦 赶紧离开这里啊 杜兆辉就不让夏紫裕炫耀 他要憋死这个臭女人 夏紫裕终于将视线 露在夏小兰脸上 怎么 说不起啊 见到我有今天的风光 你们就难受得很 夏小兰这下是真的想吐 怎么会有人 以给老男人当小老婆为荣啊 这唐喵 哪赢了 给大家看